停在克里米亚南部港口的俄军军舰 在被巡弋飞弹击中后 瞬间变成一团火球 前阵子一直无法取得制空权所苦的乌军 强化防空能力后 在耶旦节前后连连看见成效 虽然这些切包为乌军提振了不少士气 但俄罗斯官媒也同样释出 前线有所斩获的消息 俄军这周也宣布抢下了乌冬 盾内茨克州的城镇马林卡 乌尔双方在战场上的拉锯 也可以看出消耗战 已经成为了这场战争的本质 日前泽伦斯基传出 乌军恐怕要再动员50万人的消息 虽然被总司令杂鲁兹尼否认 但前线目前确实有严重的人员缺口 乌克兰国会更在这周日宣布 征兵年龄由27岁校条至25岁的朝案 由于乌军2023年6月发起的反攻并没有成功 乌军只能转攻为首 而这样的态势将延续至明年 虽然根据外媒报道 欧盟将会考虑以债务结构的方式 绕过反对金元乌克兰的匈牙利总理奥班 金元乌克兰200亿欧元 但美国新一轮的原污拨款目前还卡关 与此同时原本是要透过制裁 让俄国放弃军事行动的欧洲 却因为购买印度提炼的俄罗斯原油 变相支持了俄罗斯的经济 乌克兰2024年的情势将会是同样艰困 欢迎订阅发言之综合报道 请订阅按赞分享怀宇新闻YouTube频道 并开启小铃铛 及时掌握全球时事与最新趋势